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二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砖 第六百二十七节 李济笑着说,老夫也成了一个牛鼻子老道 呵呵呵,小子,为何不说说李静啊,你就算是编排故事,又怎么能绕过他呢 不行啊,几位伯伯都是心疼小侄的,李静伯伯带着婶婶跑了上万里路去找小侄的麻烦 还是少说他微妙,太古怪了,每回只要我说起李静伯伯呀,他准准的就会出现 云烨刚把这句话说完,就看见李静从皇帝的年价上探出头来,看着云烨说 继续说,别停,你把这些叔叔伯伯都埋态了一遍,老夫挡着你埋态呢 汉中这地方很邪,人家都是说曹操,曹操就道,自己怎么是说李静,李静道呢 幸好没有天油加醋的把李静说出去,事情还有得挽救 正想怎么把李静应付过去呢,就听李二的声音从年价里传了出来 继续说,编得不错,玄霸被你说成历大无双的当是第一条好汉 还不错,说说,你怎么原玄霸早死这件事 按你所说,玄霸早就天下无敌 一只锤子有八百斤,两只窝过锤,足足有一些六百斤 这样的好汉就算是神人,也不过如此吧 你怎么给玄霸安排结局,快说,朕等着呢 李太,程咬金,秦雄,牛进达一起苦笑着看着云烨 刚才听云烨吹得过瘾,谁都没有想起来李玄霸的死音 现在被李二说了起来,众人才觉得这不好应付 只能抱以苦笑 话说,这李玄霸从小就怕打雷 只要天上打了雷,他就烦躁不堪 这一日啊,出了四名山 柴绍在后面压阵 李玄霸提着大锤在前面开路 忽然间是风起云升 刹那间天空变得黑暗起来 金蛇般的闪电亮起,而后就是闷雷阵阵 李玄霸想掩住双耳,可是雷声依然往脑子里钻 不由得狂醒大发,指着苍穹说 你敢拿雷声烦我,老子砸死你 说完就把一只窝窝锤抛上了半空,要去砸死雷公 锤子飞上了半空,不一会儿掉了下来 李玄霸见锤子上没有血,怒火更盛 两只大锤焦急一下,巨响居然盖过了雷声 他下了战马,在地上悬着身子,大吼一声 就把两只锤子抛上了天空 闪电击打在两只飞起来的锤子上,电光灿燃 一只锤子落了下来,李玄霸接住查看,没有血迹 他忘记了他抛上去的是两只锤子 在他检查第一柄锤子的时候,第二柄锤子落了下来 正好砸在他的顶门上,刹那间万朵桃花开 编完了这一段,云野悄悄的看着四周诸位老将的谁色 发现他们的脸上都是向往之色,这才是真正的汉将啊 地上无敌就向上天挑战,随身陨而豪气存 算你编的圆满,人间无敌就去挑战上仓 这样的死法就算是编排的,宣霸在天之灵也该满意了 云野,你说这个故事难道是在影射大唐吗 如今大唐在地上已经没有了敌人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在不断的挑战上仓 世上无极尽之忧,这已经是在逆天形势 我们还在继续想让天下万民再富起来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出口 我们或许做的已经出格了 不过不要紧,如果真的做到了 就算是有雷神过来惩罚 朕抛不了八百斤的锤子 控制八牛弩去作战还是没有问题的 不知朱青可愿意追随 程鸟间大笑着说 哈哈,如此好事怎可能没有我老程啊 军中八牛弩已经实现了单人操作 我们军臣再次并肩作战又何不可 不但程鸟军这么说 在场的其他将领都是如此回答 李二夜宵一样的笑声传了出来 混合着各种各样的怪叫在山谷间回荡 不佩服李二不行了 随口找的乐子 把后世人编排的段子拿出来 都能被他从中找到精髓 从而为他所用 估计李二早就在考虑这件事了 他连吃饭的碗都不喜欢用周拳的 都要敲个窝口 唯恐太周拳 惹得了上天不满降罪下来 现在居然敢说 拿八牛弩哄天的话 不知道是他变了还是另有打算呢 头脑发热这种事从来不会出现在李二的身上 尤其是这种指导性的语言里 他几乎会抠着字眼 一个字一个字的说出来 红天 开什么玩笑 他只会忌天 云叶很担忧自己有一天 会被李二和朱阳摆在一起 当成贡品 向上天谢罪 这样一来 三生就变成四生了 有些后悔啊 不该说这些的 都是李太者的货 他要是不吹嘘阔地治理的学问 自己就不会说起三国 不说起三国 就不会说起隋唐演义 更不会提起李玄霸这个倒霉蛋 汉中盛产油菜 如今正是高山上的油菜收割的时候 远远的有百姓站在高坡上 忙着收割油菜 见到大队的军武 习惯性的躲起来看 刚才还隐隐约约的有歌声传过来 这一会儿全没了 汗中多雨 今日本来阴沉沉的 一阵风吹了过来 熙熙丽丽的秋雨就飘洒了下来 雨不大 盛在缠绵 就像云叶此时的心情一样 惆怅百节 这张嘴该打上风条了 文字玉的出现 不是因为文字出问题 而是因为听这段文字的人 心情起了变化 身为将军 皇帝没有下令扎营 就只好冒着大雨 骑着旺财 继续前行 大家的性质都很高昂 只有旺财 似乎能感受到云叶的彷徨 不时的回头 看一眼云叶 两只耳朵高高的竖起来 似乎只要发现不对 就立刻带着云叶 跑得远远的 和老虎在一起的感觉呀 和李二在一起 比和老虎在一起更危险 但愿这是错觉 云叶这样安慰自己 回头看看自家的车队 把斗篷遮在了旺财的肚子上 随着大队的人马 在小雨里慢慢前行 李二归心四剑 路过南正居然不停 大军浩浩荡荡的穿过包邪道 山南西道为了商旅通行 特意修整了包邪道 但是整条道路依然崎岖难行 没有人明白李二为何要匆匆的赶回长安 只能随着他埋头赶路 这些天不断的有大臣上了年假 被李二交代了各种事宜 带着寿节领着侍从 快马加鞭的心赞开来 这是有大事发生的前兆啊 云叶只希望这事和自己没关系 气氛诡异 就连最乐观的程咬金 都难得有笑容了 因为大佬之一的刘密 今日日出前就带着侍卫 匆匆赶回了长安 老刘密年事已高 经不起战马的颠簸 没有惊天的大事 李二不会这样折腾一位老臣 沿着包水速流而上 很快就到了石门 石门的地势险要 滔滔包水一泻而下 巨浪如一头凶恶的雄狮 向河中阻挡他前进的巨石撞来 顿时银花似箭水星翻飞 雨目空蒙 云征霞位 气象万千 那溅入空中的水珠 又如雪花轻摇漫舞的飘然而落 道路右边的巨石上 曹操首书的滚雪二字清晰可变 漆黑的墨面 映衬着两个惨白的大字 耳畔在倾听着包水疯狂的咆哮 云野居然感觉到 这两枚大字 似乎要责人而视 这里山道狭窄 不是一个扎营的好巨主 前面只能看到翠绿的山谷 后面也只能看到翠绿的山谷 如果不是头顶 还有一线灰蒙蒙的天空 这几乎就是一座绿色的坟墓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雨已经下了七天 从开始就不急不徐的 到了现在依然是不急不徐的 不管再小的雨下了七天 也足以把两边的山壁泡得松软 云野甚至能看到几株松树 已经变得倾斜了 快有泥石流了 雷尔却下令就地扎营 云野选择把自家的营地 扎在滚雪这两个大字的下面 因为这两个字到了后世也能看见 就说明这片地方不会有泥石流 唐朝人对于天灾的认识 还是处在最原始的阶段 出现了泥石流 他们只会认为这是山神发怒 大臣们也不例外 皇帝的命令被遵行无虞 大军就在狭窄的山道上囤住下来 山顶也有哨探潜伏 云野发誓不再多嘴 把李太 秦雄 程鸟金 牛进达 李继 邀请来自己家 吃羊肉面片 山上的柴火都被小雨润得湿透了 根本就点不着 云野有自带的火油和一些煤炭 所以用不着吃干粮 一家子老老少少的后勤供应 跟不上那可不行 端着香喷喷的羊肉面片 就是吃不下去 回头看看自家的营帐 新月带着那日木 铃铛在照顾全家老小 西帕地亚也抱着两个孩子 过来蹭吃蹭喝 再往前面看看 最宽阔的地方就停住着李二的营帐 路脚压岔 可以防备骑兵冲阵 弩手可以将任何来犯之敌消灭在狭窄的道路上 山顶上玄甲军隐隐绰绰的出现在了灰白的天光里 防卫非常的严密 可是你他娘的 你倒是看看山壁会不会崩塌呀 大军立营寨靠山面水没错 山靠不靠得住这种事 就没人想过 李太碰碰云叶说 怎么了 吃不下去 你这几天心思很重啊 不过也是 和我父皇在一起心思不重不行啊 告诉你啊 我父皇不让告诉你的 生怕你又起了什么怪心思 看你太难受 我就悄悄的说 知道刘密去干什么去了吗 知道那些随家的大臣去干什么去了吗 云叶摇摇头 我表示不知 疑惑的看着李太等着他继续说完 告诉你 百祈司变成商解司 我父皇认为 百祈司现在权力过大了 有时候啊 甚至会背着他老人家 干出一些奇怪的事 咱们从岭南拿来的那箱子夺物 就不是我父皇下的令 已经斩首十八个人了 现在看起来斩首十八级远远不够 既然没了中心 皇家也就没必要养这条狗了 一不小心反咬了主人可不好啊 那些大臣就是带着我父皇的密令 去清查各地的百祈司据点 告诉你 每个人手里都有杀无赦的令牌 刘密就是负责清理长安的百祈司 为了保密 特意选择了包邪道 这样能有效的将消息封锁在最小的圈子里 你是岭南百祈司的头领 按理说不该告诉你 免得你有什么不法的事情 先做了安排 毁了我父皇的大忌 是兄弟才告诉你的 看你坐立不安的样子 有什么不法事啊 推到我头上好了 这么简单的法子 需要我教你啊 哎 说说 到底什么事啊 我很好奇 岭南的事情是咱哥俩处置的 这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呢 云烟的心情一下子就变好了 快速的把一大碗面条吃完 拍拍肚子对李太说 百祈司关我屁事啊 我就是用用他们的渠道 又没用他们的人 能出什么事 我担忧的是咱们身边的这座山崖快塌了 要塌 你怎么知道 李太手里的碗掉到了地上 傻傻的问云烟 云烟放下饭碗 从旁边的悬崖上抓了一把岩石碎屑 告诉李太说 这种风化岩石其实是最危险的 我还看到悬崖上的树都不对劲了 咱们还是劝陛下赶紧走吧 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啊 我的腿肚子就抽筋 太危险了 李太让侍卫爬上悬崖 看了一下之后 拖着云烟就爬上了鸾甲 李二正在长孙的伺候下吃饭呢 没什么奢华的 也就是一大碗面条 还赶不上云烟做的羊肉面片呢 放什么黄 李一都不懂了 李二放下手里的碗筷 不高兴的说 陛下 咱们还是快点走出这条峡谷吧 雨天流在山里 不是好事情啊 云烟没敢说这里会有泥石流 只说这里会很危险 父皇 咱们还是去一处开阔地扎营吧 孩儿也觉得这里不合适 刚才孩儿派遣侍卫去看了崖壁 发现上面已经有裂缝了 李太急急的建议 两只耳朵竖的和驴子一样 李二愣了一下说 没有大雨 只是小雨而已 难道也会塌陷 陛下 不管是大雨还是小雨 只要让土地里的水分 存储的足够多 就会出现泥石流 包邪道不是一个适合久留的地方啊 咱们必须连夜通过这片狭窄的地方 说话的对象 虽然是李二 云烟却看着长孙数 这两口子没治了 别人听到这个消息 至少会紧张一下 李二和长孙 似乎一点都不紧张 李二又捧起了饭碗 长孙依然忙着给皇帝布菜 权当云也在唱歌了 段红湿漉漉的钻进来禀报说 陛下 奴婢刚才检查了一下崖壁 确如魏王所说 已经出现了裂西 还有一些树木呢 已经有了些疑味了 此地确实不宜久留 命令大军搜索前进 一夜不停 直到宽阔地再报 李二不合时宜的打了一个宝格 鄙视的看了一眼 急得团团转的李泰和云烟 终于下达了命令 李泰领了命令 发疯一样的催促前军 云烟哪都不去 就守着自己的家小 两只眼睛瞪得同龄一样的 看着山壁 走夜路很麻烦 有些车轮会卡在石头缝里折断 不管那里面装的是什么 李泰都会命令军士 把那辆车子推进包水里去 磕磕绊绊地走了一夜 好些人还被山顶的落石砸伤了 没有出现伤亡 那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等到天光大亮的时候 恼人的小雨还在下着 并且有变大的趋势 一匹快马从前方窜了过来 大声禀报说 前面出现了大面积的泥石流 半座山都塌了下来 把包水都已经给堵上了 云烟这才发现 脚下的悬崖里咆哮的包水 已经悄无声息的断流了 麻烦大了 一旦出现燕塞湖乎 是大家只好掉头往回走了 李二表现的依然不紧不慢 好像一点都不在乎 依然下令按照原来的路线前进 前面都堵上了还怎么过去呢 云烟很想问问李二打的什么主意 李二看都没看他就钻进了鸾架继续前行 人困马罚泥中歇 云家的家小除了妇人和孩子 其余的人都跟在马车后面步行 好在云家的马匹都是颠马 耐力惊人 否则就会和皇家的那些高头大马一样 瘫倒在地上 非推下悬崖 云烟的披风上全是泥点子呀 在自家的队伍前后来回巡缩 云术见父亲辛苦 刚要从马车上下来 被云烟一把就给推了进去 这个时候不许他添乱 又一辆马车陷进了泥里 几个仆役如何驱赶马匹都无济于事 人雄健壮甩药披风 大吼一声就生生的把马车提了出来 为了让后面的马车顺利的通过 狗子把石头垫在了泥坑里 整个人糊的像是泥猴 三个时辰之后 朕的车架就要通过包斜道转入金牛道 与其者斩 李二的命令远远的传了过来 云烟不解的看着道路边上两颗血淋淋的人头 不明白 李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为什么要杀人 尸体就在旁边 身上的官服都没有脱掉 卸甲 云烟大声的命令自家的家将 秋日里穿的牛皮甲被雨水泡的已经发胀了 非常的笨重 必须全力以赴的赶路 李二一旦进入主帅模式 杀人不眨眼呢 刚才死的那两位可都是刺史司马一类的中级官员呢 都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这话呀 半点不假 前面被泥石流掩埋的道路已经被挖开了 一个全身泥浆的官员跪倒在泥水里 供应李二车家的到来 前面的大军已经穿过了塌房区 李二看着崩塌的大山 叹了口气说 做的不错 说完话 车架就沿着铺好的道路小心的走了过去 那个官员如萌大赦呀 仰面朝天躺在泥水里嚎啕大哭 云叶敏锐的发现 他嘴里全是鲜血 刚才不知道是如何挺过来的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